好,我们继续上课 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吉普分析的两个问题 一个是吉普分析的特殊性 一个是吉普分析的局限 以及解决这个吉普分析局限的办法 那么吉普分析的特殊性呢 其中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电极的特殊性 第二,电解条件的特殊性 正是由于吉普分析电极的特殊性 导致了吉普分析的这个衰退 所以呢,其实直到现在 还有一批分析化学家 他们对吉普独有独钟 所以,情有独钟 这个他们现在呢 还是在想办法 看能不能把吉普分析这个改造的 让他再一次焕发青春 但是从目前来看呢 还没有特别有效的办法 所以大家可以去动脑筋想一想 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 能够使吉普分析呢 能够重新用起来 因为它是个很简单 但灵敏度非常高的方法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吉普分析的局限 我们说吉普分析呢 它对经典的吉普来讲 它的主要的局限就是充电电流 那么怎么样来消除充电电流呢 我们说有两种途径 一种途径 我们就降低充电电流 那么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采用 这个式波吉普 式波吉普的仪器相对的比较简单 另外一个办法呢 就是采用方波吉普 这个仪器呢相对的复杂一些 那么第二种办法呢 是最简单的办法 在仪器上不需要做任何改进 我们呢采用溶出浮安法 我们先复集后电解 让它溶出 那么采用这样一个办法呢 我们就能够消除或者说降低 这个充电电流 给灵敏度所造成的影响 从而呢大大的提高 吉普分析的灵敏度 我们刚才已经讲了 经典的吉普是 10的-5到-6 对吧 式波吉普是 -6到-7 哎 -7到-8 这个方波吉普 那么是-8左右 -8到-9 而溶出浮安法呢 那么最高呢 可以到10的-12次方 10的-12次方呢 应该说是一个 相当高的灵敏度了 这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第四节 吉普分析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种 电分析的方法呢 叫做循环浮安法 叫做循环浮安法 所谓循环浮安法呢 是根据这个 在我们吉普分析中呢 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得到一个电流和电压的关系 也就是说我们在扫描电压的时候 我们得到了一个电流的改变 但是在吉普分析里头 我们是单向扫描的 比如说我们从0伏扫到-2伏 那么我们得到一个电流的改变 如果我们再把它扫回来的时候 我们从0伏扫到-2伏 然后再从-2伏再扫回来的时候 那么就完成了一次循环 就完成了一次循环 那么这次循环有什么用处呢 我们说在电话学分析中 这样一种循环浮安的方式 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的信息 以至于比如说我们很多的 大家如果去注意一下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邱新平老师 做这个燃料电池 做这个电话学电池 你看他的所有的论文 没有只要是涉及到这类的工作的电池的 没有一篇论文不做循环浮安图 甚至循环浮安图可能是他论文的最主要的图 包括李景宏老师 他做的电话学的所有的论文 一定第一个图就是循环浮安图 因为循环浮安图呢 通过这样一个循环扫描 所得到的这样一个浮安图呢 会给我们提供很多的信息 那么刚才我们讲了 循环浮安法 所谓循环浮安呢 就是和吉普分析相比呢 吉普我们可能是单向的扫描 我们从某一个电位 扫到另外一个电位 然后看他电流的变化 而循环浮安呢是从这个电位我们再把它扫回到原来的电位上去 对吧 实现实现这样一个扫描 因此呢 我们得到的图形呢 是这样的 如果是吉普 比如说我们得到的是这样一个风 我们是单向扫描过去 现在我们再把它扫回来的时候 我们又得到这样一个风 我们就完成了一次循环浮安的扫描 那么这个扫描有什么用处呢 我们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 比如说我们有这样一个反应 大家来看 这是一个 什么呢 安基本分 是吧 对安基本分 那么对安基本分呢 他在氧化还原的过程中会经历这样一个途径 比如说 对吧 他被氧化 氧化以后呢 那么枪基呢 就变成了坤基 就变成了一个双剑的氧 安基呢 变成了这样一个双剑的这样一个弹 失去两个电子 然后如果他这个结构呢 继续反应 对吧 那么他可能在水里头呢 就水解了 因为这个结构不稳定 他就变成了这样一个坤 对吧 这样一个对本坤 这样一个对本坤 那么大家来想 这个如果我们来徐昏复安扫描这个图的话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可能呢 扫过去的时候呢 是两个风 为什么是两个风呢 因为 这是一个双电子的反应 他第一个电子比较容易失去 第二个电子稍微难一点 对吧 所以氧化的过程中呢 我们得到两个风 比如说这个枪机的这个电子容易失去 先得到一个风 然后呢 氨机这个电子再得到一个风 我们得到了两个风 可是我们在扫回来的时候呢 我们到底是应该 如果就是说我们氧化过去的时候 是个双电子的反应 那么还原回来的时候 是一个双电子的反应 还是个单电子的反应呢 也是个双电子的反应 肯定的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们在还原回来的时候 我们发现了只有一个风 那么也就说明 它不是上面的这样一个简单的 第一个反应 的一个可逆反应 也就是说上面的这个反应 是不可逆的 它过去的时候是个双电子的 它回来的时候呢 它回不来了 它变成一个风了 如果它要能回来 它还是两个风 它回不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紧跟着 就是这个反应的产物不稳定 就水解了 水解以后呢 变成一个昆了 这个对本昆 对本昆的这两个电子 是一样的电位 对不对 因此呢 就产生的是一个风 所以我们说 你做的一个循环幅安突的话 上去的时候是两个风 回来的时候是一个风 就说明 这个反应不是一个简单的氧化还原反应 它可能还涉及到这个氧化还原反应的产物 进一步的在溶液中发生了其他的反应 比如说水解 对吧 那么因此呢 循环幅安图常常能够给我们提供 这个反应是不是可逆的 这个反应的机理是什么样的 对吧 它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这样的信息 所以循环幅安法呢 是这个非常有用的一个方法 是非常有用的一个方法 那么所以呢 在实际过程中呢 我们经常的需要 这个来做循环幅安法 比如说 我我这里呢 上次给大家已经介绍过 就是食品中的苏丹红 很遗憾 我还没查到 这个食品中的三聚氢胺的 这个论文 因为发表论文有一点滞后 这两天虽然很热 建立了很多方法 我被通知星期四 还要去这个友谊宾馆开会 科技部又要在那制定这个紧急的 什么三聚氢胺的什么国家标准 但是呢 这个食品中的苏丹红呢 大家看到当时也是食品安全上 很紧迫的一个问题 然后呢 后来很快的解决了 解决了以后呢 大家就建立了 就是各种各样不同的方法 当然我这里呢 因为我们学的是这个电话学分析 我们看这是发表的一篇论文 就是食品中苏丹红的单扫描 试波吉普测定 上次虽然我们给大家把这个论文拿出来 但是呢 大家可能不是很理解 现在再来看这个论文呢 大家应该是非常理解的了 他为什么要用单扫描 试波吉普呢 他是为了提高什么 灵敏度 降低什么充电电流 或者电容电流的影响 是不是 因为斯丹红呢 在食品中间呢 他的这个含量是比较低的 所以呢 如果做 只做到10的负5次方的 经典吉普是不够的 还要用试波吉普 那么用了试波吉普以后呢 他的灵敏度就提高了 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这个工作 我们看一下他这个工作呢 他是这个 灵敏度达到了多少呢 大家看 他是达到了 减出线是0.05个微克 每10毫升 对吧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按每毫升 微克来看的话 就是0.005个微克 每毫升 是吧 那么也就是说 10的负9 是吧 10的负9左右 这样一个数量级 所以呢 试波吉普 他用试波吉普呢 他的灵敏度呢 就提高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 他具体做法呢 他是这样的 大家看 在结果于讨论里头呢 他观察了 这个苏丹虹的吉普催化波 对吧 也就是他的吉普行为 观察的时候呢 他做了这样一个 这个吉普催化波 那么这是 大家看 这是吉普催化波 他用三个不同的浓度 他用三个不同的浓度 对吧 来分别来做的时候呢 在大概0.84伏左右的时候 那么不同的浓度 这个波形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 那么这个波呢 是可以用于苏丹虹的定量分析的 然后呢 他又做了 这是什么呢 这是 这个 这是一个 这个 红辣椒粉样品的苏丹虹的吉普催化波 大家看 这个 一号呢 是红辣椒粉样品的提取液 二号是红辣椒粉样品的提取液 加上两个微克的苏丹虹 那么一号样品在这地方呢 没有分 也就是说 这个辣椒呢 没有加苏丹虹 但是呢 如果他人为的给里头加一点苏丹虹 立刻呢 就产生了一个波 然后他说 循环浮安扫描实验表明 在相同的一批处 苏丹虹一在阴极上呢 还出现了一个还原波 而阳极上没有氧化波的出现 说明该还原波在低拱电极上 称不可逆的吸附特征 称不可逆的吸附特征 等等 那么我想说明的就是说 他在做电话学分析的时候呢 他都会做循环浮安 都会做循环浮安图 来说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理 所以呢 大家可以下去呢 以后呢 大家可以去查一些 这个相关的电话学分析的论文 包括现在做电池的论文 那么 基本上 大部分的论文 都要做这样一个循环浮安图 所以循环浮安图呢 在实际中呢 是非常有用的 是非常有用的 这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第五节 就是循环浮安法 他做的原理很简单 就是讲课的时候没有多少要讲的 他就是扫描一次 就是从 比如说从零浮扫到负二浮 记录他的电流的变化 然后从负二浮再扫到零浮 再记录一个变化 关键是 你怎么通过这样一个扫描 得到的这个曲线 它的封的数目 它的封的位置 来进行分析这样一个机理 那么这个呢 需要大家去读一些文献 慢慢的就对这个工作呢 就比较熟悉了 这是我们讲的电话学分析的第五节 就是循环浮安法 最后呢 我想介绍一下电话学分析的第六节 扫描电话学显微镜 这个我们教材上没有 那么扫描电话学显微镜 是这些年呢 电话学工作者呢 非常关注的一个研究方向 是目前这个大量的 还在不断的出现论文的一个研究方向 所以教材呢 相对一般来讲 教材相对于论文来讲 要比较之后一些 所以呢 新的东西一般都 教材上都没有 那么扫描电话学显微镜呢 实际上是电话学的工作者 为了这个 我们知道这个电话学发展到 现在这个程度的时候 是有处在一个比较尴尬的局面上的 这个大型的各种各样的先进的仪器不断的出现 光谱的 这个质谱的 和磁的 能谱的 那么电话学工作者 要想在这个科学研究中占据一定的地位 如果只守着电解分析 电脑分析 电脑分析 库仑分析 或者吉普分析的话 他们就活不下去了 那么电话学工作者也必须不断的开拓新的分析方法来解决现在科学研究或者是这个其他的比如说生命科学环境科学能源科学等等的一些热点的问题 电话学才能不断的向前发展 而扫描电话学显微镜呢 就是电话学工作者在把电话学这样一个原理用于生命科学研究的过程中所开发的一种技术 这种技术从原理上没有和我们前面学过的知识没有任何区别 唯一的呢 就是他充分利用了电话学的两个特点来解决生命科学中的问题 那么利用电话学的哪两个特点呢 第一个特点是电话学都需要一个电极 而这个电极可以做的非常非常的小 比如说现在已经可以做到纳米极了 那么这也就意味着这个这个电极在采样的时候可以采一个样品的非常小的微米甚至纳米极的点 这是电话学分析的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是我们刚才看到电话学呢 经过改造以后呢 它的灵敏度非常高 比如说它可以达到十的负十几次方 那么在这样高的灵敏度的条件下 它可以做生物样品的很低的含量的成分 那么这样就有一个就这两个这个优点结合起来以后呢 在生命科学中就非常有用 比如说拿一个细胞来 它可以定点到这个细胞的特定的位置 来观测这个位置上各种组分的浓度的改变 从而来揭示生命科学中的一些现象 特别是当它一个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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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去做的时候呢 它做完了所有的数据以后 用一个软件来一处理 就把每一个点上的成分 通过计算机的处理变成了一个图像 变成了一个图像 那么这个图像呢 就说明了这个成分在这个样品上的分布状态 分布状态 那么这个在生命科学上呢 是非常有用的 比如说它可以把一个细胞中 一个药物或者说一个癌细胞中的某一些主要成分的 它的分布做成一个图像 那么这个是非常有用处的 那么电话学怎么来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呢 其实办法很简单 就是我们所谓的大家知道的三电极系统 对吧 我们前面呢 给大家讲电流传感器的时候 就用的这么一个三电极的系统 一个工作电极 对吧 这是一个工作电极 对吧 它和另外一个参比电极呢 它可以组成一个氧化还原队 然后呢 再用一个电极呢 来控制它的电位 来控制它的电位 这样呢 我们就得到了一个三电极的这样一个系统 这个系统呢 它的关键是这个电极要比较小 对吧 关键是这个电极要做的比较小 这个电极越小 那么我们将来做的成像的话呢 它的分辨率就会越高 对吧 另外呢 这个电极呢 要和这个样品呢 接触的距离呢 要有一定的讲究 如果接触的距离大的时候 那么外面的东西也能扩散进来 这样子的话 分辨率就小 但是接触的小的话呢 分辨率高了 但是带测物的浓度可能就会低一点 所以呢 我们要把它根据我们做出来的这个电极的大小 给它一个适当的接触距离 我们来进行分析 这就是所谓的扫描电话学的方式 为什么叫显微镜呢 就是说它通过各点的扫描 最后能给你一张像 这个组分的分布的像 所以呢 和一个显微镜 我们看到的是一样的 对吧 但是呢 它其实比显微镜 显微镜我们只看到了一个形貌 而它看到了一个成分的分布 所以它有更大的好处 这个电极呢 大家看这是04年的时候 美国分析化学上 就是这个BUD做的一个电极 我们这个BUD这个人是美国的这个总统顾问 在电话学上很有名的 这个发表了很多很高水平的论文 这个在电话学上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 你看他做的这个电极呢 大家看是一个 就是 如果25微米是那么宽的话 它前启那个尖呢 大概远远的小于25个微米 对吧 所以是一个比较小的电极 这是北大的 现在化学所的 就分析化学所的所长 就是相当于咱们是分析中心 他们叫分析科学研究所 那个所长叫邵元华 邵老师呢 这是邵老师01年做的一个电极 大家也可以看到他这个地方是一个微米 对吧 这是一个微米 所以他这个电极呢 是比一个微米要小 邵老师为了这个做这个微电极 专门买了一个 就是拉制这个电极的一个仪器 花了几十万块钱 我那天问他都拉什么 他说是他拉的是这个石英的这个电极 我说你能不能给我拉一个金属的电极 他说不敢 一拉给我就拉坏了 他不准上他的那个仪器拉金属的电极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看出来 他拉的这个电极的水平 我觉得比Bud的要高 大家看是不是 比Bud的要高 Bud这个 如果这是二十五微米的话 他这个电极的尖不是很小 而这个你看一微米 这个电极小于一个微米 所以是在纳米级 那么采用这样一个电极 比如说我们来进行一个叶片 树叶上的叶片的扫描 比如说我们来扫描他的氧 我们知道这个植物呢 他的这个在新陈代谢过程中呢 他有氧气 对吧 那么我们来扫描 比如说用电极来扫描他的氧 那么氧气呢 他也氧化还原性 所以用电极可以来扫描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个氧 在这个叶片上 他生长过程中 在这个叶片上的分布 那么这个工作有什么意义呢 比如说大家看 这是一篇论文上的一个这个对于一个活体的叶片进行扫描的过程 他把一个正在生长的这个花草的一个叶子拿来放到这个电解池里头 然后呢就可以来扫描他在生长的过程中 这个叶片上这个各种成分的变化 那么从而呢 再形成一张像 那么这个对于研究生命科学呢 是很有意义的 比如说 这是在光照的条件下 对吧 这是在光照的条件下 这是绿叶的这个 就是这边这个图呢 是绿叶区的三个气孔释放氧气的这个图像 那边呢 是在光照的条件下白叶区中的单个的气孔的这个 利用电话扫描显微镜 它扫出来的像 我们可以看出来呢 这这两个像呢 是不一样的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就说明这个 在光照的绿叶区和白叶区 它的新陈代谢呢 是不一样的 对吧 那么绿叶区的氧气的释放量呢 是远远的 这个大于白叶区的 大于白叶区的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 如果采用这样一个方式的话呢 那么我们就可以来研究 这个植物的椰片上的一些生长的过程 当然了我们也可以呢 用这个方式来进行细胞的扫描 比如说这是一个 利用电话学的 这样一个扫描 显微镜 就是探针呢 来进行单个的海拉细胞的这个分析 因为这个针呢 比这个一个单细胞还小 所以呢 大家看 它可以呢 扫描一个细胞上不同位置的 这个组分的分布 不同位置的组分的分布 是不是 它可以扫描不同位置的组分的分布 那么这个当然是很有用处的 我们可以做一个单细胞的 对吧 它的各种成分的分布的 研究 这在生命科学上是很重要的 比如说 这个人类正常的和肿瘤的乳腺细胞的成像和氧化还原研究 这是03年在美国分析化学上发表的一篇论文 它这篇论文呢 它是这样做的 你看 它是这样 它有一个荧光标记的癌细胞和未标记的正常细胞 然后它把这两个细胞合起来 混合 混合了以后呢 然后呢 它用荧光显微镜来照射的话 那当然你可以照射上这个癌细胞 因为你癌细胞是荧光标记了的 对不对 那么 然后呢 它再来进行这个电化学的扫描显微镜的 这就是扫描探针的这样一个研究 那么研究的结果呢 因为电化学并不认识哪一个细胞是癌细胞 哪一个细胞是正常细胞 你荧光可以认识 因为你用荧光标记物标记了 那么做下来的结果是什么样子呢 做下来的结果是这样子的 大家来看 就是说 这三个呢 A是透射显微图 是吧 是个电镜图 这个看不出来什么区别 B呢 是荧光显微图 所谓荧光显微图 就是说 凡是有荧光的地方 都是有癌细胞的 因为它是把正常细胞和癌细胞混合起来的 所以呢 那么癌细胞在正常细胞里头的分布 是可以做出来的 C呢 是 这个利用电化学扫描 探针来做的 这个细胞的分布图 大家可以看到 也就是说 癌细胞和正常的细胞 它的电化学活性是不一样的 因此呢 我们如果利用这样一个碳头半径5.5个微米的碳链级采用这样一个介质来进行电化学探针的扫描的话 我们同样可以把癌细胞抓出来 可以把癌细胞抓出来 因为你看它这个位置和这个荧光标记的这个癌细胞的位置呢 是一致的 基本上是一致的 那么也就是说 利用这样一个电化学的扫描探针的这样一个方式呢 我们就可以的对于癌细胞进行这个分析 这是利用这个理想的理想硬度的碳纤维电极得到的生物样品的形状图 A呢 是一组PC12细胞的形状图 B呢 是单个PC12细胞的形状图 也就是说 我们用一个碳纤维电极 对吧 来扫描这个一组细胞和一个单个的细胞 我们都可以得到它的形状图 当然我们扫描的时候 我们有具体的扫的是哪个成分 那么如果我们不断的变换它的成分 我们还可以得到各个成分 它的分布的图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出来 就是说电化学扫描探针呢 它确实还是非常有用处的 还是非常有用处的 那么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 大家想 就是说就是几个电极 对吧 就是几个电极 只要把电极做得足够的小 然后呢 我们那边呢 有一个电化学分析的系统 大家知道电化学 我们前面讲了就是三个系统 一个是电极系统 就电解值的系统 一个是这个分析系统 然后呢 一个计算机系统 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 这个单个细胞的 或者一个活体组织的 一个 这个不同成分的 它的分布图 所以这个在生命科学研究中呢 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比如说 现在呢 就有一个很热的课题 我们国家拿出来了 1.5个亿吧 在做这个植物的 这个激素的研究 那么 这个当然是 就是国家基金委的 这个 生命科学部拿出来的 生命科学部拿了1.5个亿 因为我们国家的植物 是在国际上 还是处在比较前沿的位置的 那么 植物激素的分析呢 这个 现在的 瓶颈问题是什么 因为植物激素分析很有用处 大家知道 粮食增产了什么 都是很有用处的 所以全世界都很重视 我们国家拿了1.5个亿 设立了一个重大专项 八年 就是一共要研究八年 年年都可以去申请 那么 生命科学部呢 就邀请了这个 化学部来参与 这个 为什么邀请化学部呢 他认为 就植物激素研究到了一定程度以后 最主要的瓶颈问题 不是植物激素的生物学的问题 而是检测问题 所以就邀请了 这个化学部的专家来参加 我本人也是这个植物激素的专家组的成员 那么我们每年都去评这个植物激素的 项目 那么凭这个植物激素项目的时候呢 那么现在很重要的一个研究方向 我们国家现在很少呢 有申请书能够 涉及到这个方向 就是 植物在生长的过程中 这个植物的激素 它是怎么样来调节这个植物的 比如说 到了这个开花期 那么激素 开花的这个激素 它就起作用 对吧 到了这个接子的时候 这个管 这个接子的这个植物的激素就起作用 那么这些植物激素 它原来在哪 它原来是在植物里头怎么分布的 到了这个期 它是怎么去传输的 它是怎么样来发挥作用的 它牵移到了哪 它和谁去结合 然后让谁来 哪个蛋白质来调节这个 来起作用等等 这一系列的问题都需要什么呢 需要活体检测 需要活体的 在线的 或者原位的 检测 而我们现在呢 能够实现这样的检测的方法呢 非常少 其中很重要的 就是两点 第一点 就是我们能够 速度非常快的 我们比如说拿一个探针 擦到一个植物里头 在不影响那个植物的 生长的条件下 我们是不是能够 实时的检测到 这个植物激素的变化 那么就是说 这个探针要小 并且不影响它的 这个生长 而且呢 它能够非常快的响应 另外一个呢 就植物激素呢 通常含量都是非常非常低的 而大多数我们现在的方法 就是原位检测的方法 我们的灵敏度都做不到 但是呢 电化学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呢 就是它的灵敏度非常高 而它的电极可以做得非常小 因此它是不是能够在植物激素里头 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 如果谁能够提出这样的课题的话 按现在的规定就是200万 可以给你200万的研究经费 但是目前国内 基本上没有人能够提出来 这样的比较好的课题来 这样好的课题来 就是这是这个一个限制 总的来说呢 就是说这个扫描探针的这种显微镜呢 就是电化学的这种显微镜呢 它对于单细胞研究还是有优势的 一个呢 它对细胞的活性和形态 没有太大的影响 大家看到这个电极 并不擦到细胞里头去 对吧 刚才我们做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它的表层 我们和它有一定的距离 所以它可以实现这个 这样一个对活性和形态没有影响 又可以实现活体的实施测定 的这样一个目的 第二个呢 它只对电活性的物质有响应 对非电活性的物质 它没有响应 所以它的选择性还是比较好的 第三个呢 它可以测定跨膜电荷的传递速度 然后进而呢 研究细胞的氧化还原的活性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知道细胞这个生长的过程中啊 这个跨膜传递 是个很重要的方面 对吧 细胞通道是个很重要的 这个离子通道啊什么 这个研究是非常热的 那么我们可以利用 这个电化学的探针呢 来进行这样的研究 以上呢 就是我们 对于这个 电化学扫描显微镜的 这个一个解释 当然存在的问题呢 也还是有的 比如说 如果探头的 距离呢 和细胞很近的话呢 这个图像当然很清晰 但是呢 对细胞的破坏呢 就会很大 另外呢 就是高密度的细胞 不容易判别 和进行图像分析 等等 当然这些问题呢 都可以在 这个今后的 这个研究中呢 不断的去解决 不断的去解决 以上呢 就是我们 介绍的最后一节 就是电化学的 这个扫描探针 那么 我们也叫扫描电化学显微镜 也叫扫描电化学显微镜 那么这是我们教材上没有的 那么讲到这里呢 我们电化学分析这一章就讲完了 在电化学分析这一章里头呢 我们一共讲了六节 讲了六节 实际上呢 我们讲的是三个问题 大家看 就是所谓的电导分析 电位分析 和电解分析 也就是电解与库伦分析 但是呢 由于电解与库伦分析呢 后头衍生出来了一些分析方法 因为电解分析里头呢 有普通的电解分析 我们还有特殊的电解分析 就是所谓的吉普分析 所以呢 我们又给大家介绍了吉普分析 这样一种特殊的电解分析方法 那么在吉普分析里头呢 我们给大家重点呢 介绍了吉普分析的两个特殊性 就是所谓的电极的特殊性 和电解条件的特殊性 那么最后呢 我们说吉普分析呢 它存在着一个问题 就是所谓的充电电流 或者叫电容电流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呢 我们不得不用两种手段 一种呢 我们降低充电电流 一种我们提高这个信号电流 那么采用这样的两种不同的手段呢 都可以提高吉普分析的灵敏度 那么吉普分析是一种单向的分析方法 那么如果我们扫描过去再回来的话呢 我们又给它了一个新的技术 叫做循环复案 叫做循环复案 循环复案呢 是在研究电话学的过程 电话学的机理的时候呢 是一种非常有用的方法 所以呢 我们通过一个例子给大家说明 当一个东西扫描过去是两个封 回来的时候剩了一个封的时候 那么你就需要考虑 这个反应的机理可能是什么样的 这是循环复案 最后呢 我们说电话学呢 它有很多应用 那么我们在整个致死之中 在整个这一章里头给他讲 给大家讲了各种各样的电话学的传感器 包括电导的传感器 包括电位的传感器 包括电流的传感器 对吧 当然了 吉普也可以做成极限扩散电流的传感器 极限扩散电流的传感器 大家有兴趣呢 也可以去看 最后呢 我们还给大家讲了一种特殊的传感器 实际上呢 就是所谓的扫描电话学显微镜 实际上它也是一种传感器 只不过呢 这种传感器做得很小 然后一个点一个点的去扫描 最后呢 把扫描以后得到的这个物质的浓度的分布 变成一个图像 然后呢 我们来对这个图像加以分析 这在生命科学上呢 是非常有用处的 以上呢 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所有的电话学分析的内容 当然由于我们是一门基础课 很多电话学分析的新技术 那么我们都没有介绍 另外呢 电话学分析呢 它也不是一个鼓励的技术 电话学分析实际上呢 也和很多 我们仪器分析中的其他的技术 是有结合的 比如说电话学和光谱的结合 那么我们比如说所谓的电质发光 像我们这个学系的李景宏老师 包括李亚栋老师 他们都在做 特别是邱永老师 他是从电分析做到电质发光 然后从电质发光做到显示器件 那么这些呢 实际上都是和电分析这一章 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 但是由于这个呢 不再属于本科的基础课的内容 我们没有给大家讲 但是呢有兴趣的同学 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介绍的这些基础的知识 大家可以把自己有意识的朝哪一个方向上 比如说我要看一下电这个电质发光 我要看一下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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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池 我要看一下这个电催化等等 大家还或者是电合成等等 大家可以有意识的再往前去扩展一点点 那么目的不一定 我们将来干这个 但是我们可以来这个增长我们自己的知识 这是这个 我们说电话学分析呢 这一章我们给大家呢 介绍的目的 就是我们主要介绍了几种最基本的原理 希望大家呢 通过这些基本原理的掌握 能够进一步的去隐身 为自己的发展呢 下一步的发展呢 呃 起到作用 这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 这个电话学这一章的所有的内容 最后呢 我们想呃 布置一些作业 请大家把教材打开 第39页 我们是这样的 我们鼓励大家做所有的习题 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呢 可以做所有的习题 但是呢 我们每次给大家指定的习题的量并不大 不大的原因是这样的 有一些问答题啊 我们希望大家仔细读一读 然后想一想 就不一定去写出来了 因为比如说第一题 什么是电位分析法 电位分析法包括哪种类型 如果给大家布置了作业的话呢 大家反而去操书了 如果不布置作业 大家可能看了这个题目以后 反而会想一想 怎么去答这个问题 对吧 所以像这一类问题呢 我们就不再作为作业 来布置了 但并不是说 布置的都不重要 这种问题其实是相当重要的基础问题 但是如果布置作业的话呢 纯粹就是大家操一遍 意义也不大 所以希望大家呢 对这类问题看一下 想一下 就不一定做了 我们布置的 电话学呢 主要布置这么几个问题 第四题 第四题 第五题 第八题 第九题 第十二题 我们重点布置这么几个题 就是第四 第五 第八 第九 第十二 那么刚才我们讲了 还有一些题 本来很想布置 比如说 第十三题 吉普分析 是一种特殊的电解过程 它的特殊性何在 这个很重要 对吧 但是呢 我们考虑呢 这个布置了以后呢 大家 让大家非要去操这些 一段一段的操 大家可能自己也觉得没有意义 但是呢 并不等于这个题不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把这些问答题啊 还是要仔细的看一看 想一想 在考试的时候呀 我们会 就是说 一些基础的概念 肯定会涉及到 那么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这些题呢 就是要仔细的看一下 这是我们布置的习题 那么电话学这一章呢 我们就讲完了 我们从下一次课开始呢 我们就开始给大家讲 光谱分析法 就是光学分析